各位你好 几个问题简单的 第一个还是禁止户的问题 这种问题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这个禁止要多久才开始被认为是禁止户 然后你是要怎么通知来解决这个禁止户的这个问题 因为昨天提到说有些民众他在不同的银行 因为在不同的时期或在不同的公司上班 开了不同的户后来也就忘记了 这个账户可能就变成禁止户 昨天我们提到的是怎么样子让他想到 或是他可以去查去整理他的账户 今天提到的是禁止户多久 这个多久才被认为是禁止 以银行来讲 有些银行是认为是两至三年 可是尽管会你们有没有一个官方正式 或者跟公会沟通就有一个正式的定义 跟委员报过去是企业上面约定 但是从今年三月底以后就全部把它取消 就以后不会再有禁止户 你就不会再有禁止户 不会再有禁止户 不管多久 都还是必须要 计息 这样反而是很好的 另外一个角度来请问一下 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线上购物 他们有一个支付宝 作为第三方支付的 还有一个余额宝 余额宝现在变成新了 就一般我们的小儿支付 那我的余额 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是规划 所以还可以复习 在一定限度内 譬如说在两千块或三千块人民币以内 它可以复习的 而且复习是以连 就是它不叫做复习 它把你的这个钱 拿去做其他的工具 但至少保障百分之六以上 百分之六以上的这个收益 那百分之六如果放一千块 可能就只有六十块人民币来讲 可是这个钱 坦白讲 这样会造成市场很大的冲击 我的意思是说 中国大陆那么保守的国家 它都可以默许或允许 这个第三方支付来做这样的动作 那在台湾 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动作 有没有给 我们今晚会怎么样的启示 或者是说 你觉得有怎么样的风险 跟委员报告 比如说它的存款 虽然付息百分之六 但是它不接受 它没有存款的保障 另外有关 没有存保 没有存保 可是事实上它那么多户 那么多千亿人民币的 像这个听到一个数是 两千七百亿人民币 如果以这么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一个 一个总额来讲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总额来讲 如果造成没有存保 保障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没错 所以过去 中国大陆人民行 都没有管制这一部分 所以慢慢 其实最近 你的意思是说 它会从没有管制 或者低度管制 变成一个管制 对没错 现在正在管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里 因为我们过去 因为台湾地区 整个中华民国地区的 整个金融服务 相对会提供的非常完整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 暂时不会考虑这一类的 或者不允许民间开放 方法民间做这一方面的 计息的这个动作 不过倒是台湾会 我们现在正会制定装华 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 让整个电子商务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一部分 我们会考量 好 所以重点是你不会 因为人家对岸在做 做这样的动作 就是我们的厂商 如果有一些 因为这是竞争嘛 商业竞争 你还会觉得说 我在那边放着 可以计息 我买 我购物 剩下的钱还可以计息 那我这边都没有 那所以说 这个很多消费者 就被客户 或是消费者 被吸引到另一边去 那所以说 我们这边的厂商 就会有一些压力 这些压力就会反映到 我们的主管机关 说希望能够开放 但我们的立场是 这部分不会开放 不会开放 是 OK 好 谢谢主委 好 谢谢 欢迎 这 的咨询 我们下回请 罗明朝 为止 五分钟 我们下回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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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